那个房子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租倦 那个应该是有20年左右了吧 去年年底我回来过年的时候 我是偶然间去那里 我当时是想去那里 寻找一下童年的回忆 但是我去到那个地方 看到那些比较破败的景象之后 有一点那种落寞的感觉 就是说不想让它这么破败下去 我就决定给它改成书润 在农村是经常会有那些邻居建房子的 还是经常会接触就行了 看多了还是有一些 有一点点那种经验 是在改造这个书润的时候 我就想我觉得能不能结合 一些自己的一些优势 想想我觉得还是结合书法吧 毕竟书法也是我的很深入的一种爱好 像我这样子 能够换题这种 对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特别是对书法的一些爱好的那些群体 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贴完的时候还用到个手 包括剃墙的时候也用到个手 旧伤还没遇 新伤又来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 做人类有点困难 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普通人 他要是有这份敬拙 或者说有这份勇气的话呢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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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